究竟什么是业障?业障重的人是什么样?业障到底能不能消除?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多年,却无法解脱,仍然在苦海中挣扎呢?借用南朝梁代士会教大师的话来说,但是我业障未消耳,那么,业障深重的人身上有哪些特征呢?业障应当如何消除呢?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念成佛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生活中业障深重的人,无非是身口一三叶不清净,其实业障深重的人身上有哪些特征?这也有两种说法,一种是民间常见的说法,一种是专业的说法。 一,常见说法。首先,心性残忍就是业障深重的表现,如果一个人对父母、邻居、子女、伴侣、亲友比较冷漠、自私、残忍,这样的人就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 其次,如果一个人经常做不安,失眠多梦,噩梦连连,心浮气躁,这也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 再次,喜欢与食恶业发生关系,比如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等,这样的人也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 最后,愚痴也是业障深重的表现,愚痴不是不聪明的意思,而是成年后分不清楚善法与恶法、真法与假法、正法与邪法。 这种人就是愚痴的人,所以,愚痴并不是只学技术慢、成绩不好等,而是指一个人没有判断、分析、抉择、分辨善恶的能力。 这种愚痴的人也是业障深重的一种表现。 二、专业的说法。 业障深重的人身上通常有三个特征。 首先,凡是有身健的人,就是业障深重的表现,身健分为常健和断健两种。 常健是指在身体中有一个长生不老的灵魂,即便身体老了,死了,灵魂也能在其他世界上生存,凡是有这种观点的人,都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 断健是指,生命只有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段时间,人死如灯灭,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凡是有这种观点的人,都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 所以,业障深重的第一个特征,其实分为两个方面。 一是认为有永恒不灭的灵魂,二是认为人死后便什么都没有了。 其次,凡是今生信受奉行一些莫名其妙的戒律、教条、观念的人,都是业障深重的原因。 比如,有人认为吃素是修行,不杀生是慈悲,有的人认为苦行,三不一败是忏悔业障,有人认为烫戒疤,苦行等能消除业障,有人喜欢持守戒律。 认为,这样才是真正的弟子,这种观念,行为被称为借尽取见,因为他与一个人走向解脱,正得涅槃,正得果位,没有丝毫关系。 所以,受吃错误的,所禁止的,和导向解脱毫无关系的戒律的人,本身就是业障深重的表现,最后,凡是多疑的人,也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 一个人最基本,最重要,最核心的理论不屑一顾,他认为,有比苦极灭道更殊胜,更快速的修行方法,尤其是那种皈依很久,却不了解四圣地的人,他们对四圣地,八正道,三十七道品之外的修行方法,依然很虔诚,很狂热。 这样的人,就是业障深重的表现,佛说,随业流转,随业受报,每个人都是业的造作者,也是业的继承者,造善业得善果,造恶业得恶果。 那么,如何消除过去造下的恶业呢? 一,消业障的理论来源。 消业障,是很多佛弟子,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但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学中没有消业障的说法,其实,消业障的理论来源,不是来师尊的教导,而是来自印度的奇纳教,婆罗门教等,这些信仰中认为,一个人今生只要通过努力做某些事情,可以减轻或消除过去是造下的恶业,以及恶业的影响。 而在释迦学说中认为,业障不能消除,它是你过去试造做下的,今生感受到的只是过去试造业的结果,所以,业障也不能消除。 不过,现在,的确是有很多人讲究消业障,并且围绕消业障,创造了很多方法,比如,诵经,抄印,画像,造像,建寺院,为寺院捐献物品,供养鲜花水果,或者放生等等。 这些方法在师尊看来,全都是错误的,他从未提倡,教导过弟子去消除业障,因为,消业障的理论来源并不是释迦学说中的,而是来自奇纳教和婆罗门教。 那么,如何看待过去是造下的业障,或者今生已经成熟的业障呢? 首先,无论是善业,恶业,还是无奇业,都是过去是造作的,今生只能坦然接受,其次,提倡活在当下,不要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回忆,回想过去。 所以,在今生,此时此刻的生活中,你要转变观念,要懂得依照理论,引导走向解脱,走向沙门四果,得法眼镜,正得涅槃,这才是师尊对佛弟子的要求。 二,今生如何走向解脱? 既然过去造下的恶业不能消除,那么今生如何走向解脱,走向涅槃,获得智慧呢? 首先,亲近善知识,请教善知识。 善知识是指,智慧和慈悲都达到圆满程度的人,在生活中要知道哪些人通晓知识,哪些人的知见是正确的,学会分辨,抉择善知识后,要主动亲近善知识,虚心,诚恳地向善知识学习。 提问,请求善知识为自己推荐适合的经典或讲授修行方法,这就是佛学中讲的听文正法,其次,要如理作义,孔子曾在论语中说学而实习之,对已经闻思到的知识理论要经常用心思维,不能忘记,然后按照善知识的指导继续努力实践修行。 最后,要法刺法相,法刺法相又叫做法随法刑,按照善知识的指导,用心听闻,认真思维记忆之后,朝着解脱,走入法流,走向涅槃,正得果位的目标努力前进,今生至少要正得虚脱还果。 就算业障消不了,我们也可以在日常遇到这些事实,将这几件事做好,至少是问心无愧,一遇到恶缘,为缘,先行忏悔。 在日常生活之中,每一个人其实心中都有一位或多位不想见到的人,但缘分使然,心中虽然不想相见,但却免不了低头不见抬头见,因此就造成了心中烦恼无比。 而这就是遇到了违缘、逆缘的征兆之一,作为佛弟子,都知道业障乃是恶因结成的恶果,而针对这种恶因的唯一办法,是什么呢? 就是诚心忏悔,老和尚曾说忏悔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恶缘,并且将恶缘转变成善缘,因此,在生活之中,若遇到了逆缘、违缘、小人等等,第一时间需要做的,就是行斥忏悔,而非第一时间去远离。 二,业障现前,不要慌,不要乱,继续念佛。 很多人在面对业障到来之时,难免会手慌脚乱,但请记住,业障现前,不能乱。 也不能慌,而是本该做什么,就继续做什么,如念佛而言,心不清静,杂念丛生,照样继续念佛,不能中断,古德讲念佛,就会自己消业障,且增加福德。 因此,我们要做的就是,无论什么业障到来,都需继续念佛修行,不可荒废学业。 业障虽然能够蒙蔽我们的慈悲心、善心和欢喜心,但通过念佛,自然能够清除这些障碍,让慈悲心、善心、欢喜心等等,回归正常,不再被业障而蒙蔽。 三发愿,多行利他之举,多做利他之事。 佛教讲发心,发愿,如人人皆知的观音菩萨,阿弥陀佛等等,都是发有好几十个大愿,这些大愿,无意不是利他,赌他,处处为他着想的,因此,无论业障现前与否,学佛路上,都需记得发愿,当然,在此之中的利他,也不是某一个人,而是使法借诸众生。 我们为何会被业障干扰,就是因为太过自私,处处都置为自己着想,从来不考虑周边的人,所以财种下了无量恶因,因而业障现前,学佛难有成就。 反之,若发愿多行持一些利他之举,利他之事,那么福德自然也就来了。 四广结善缘,广行善举,如放生等等。 佛教所讲的广行善举。 广结善缘,换种话来说,就是让我们多做一些好事,多行一些善举,如闲暇时间去敬老院照顾孤寡老人,或是闲暇时间去做一些利益大众的事情,这都是结善缘,行善举。 而业障最怕的是什么,就是福德深厚之人。 福德深厚之人,业障虽有,但却不能对他做出任何不好的影响,只会成为他人的成佛路上的踏脚石。 因此,彻底消除业障的根本,就在于诸恶莫作,没有恶了,行持的都是善举,天天所做的都是放生,护生,帮助他人等等之事。 那么业障如何能够影响到你?自然只会让你学修越来越精进。 以上四点,若能一一运用在生活之中,那么业障虽有,但却已经无关紧要,为何呢? 就是因为业障奈何不了你这个福德深厚之人。 而天天去做这些事,福德会越来越多,业障也越消越少,那剩下的是什么? 只有功德福报,没有业障现前,所以,福弟子应当知晓,心存善念,业障自除,多信因果,恪守不渝,坚持本心,福报自来。 凡人本是沉间物,心有不甘而顿悟。 问缘能有几分福,缠来缠去皆是空。 凡人本是沉间物,心有不甘而顿悟,心有不甘而顿悟。